圣经里面讲到死的时候 第一个意思就是不动了 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那时你们行事为人 顺从天空掌权者的手里 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到说 死是一种生活 死是活着积极的反抗上帝 当我们反抗上帝 抵挡神的时候 我们是死人 就是死是一个很积极的生活 但那个积极的生活是抵挡上帝的 死是慢慢的朽坏 死是一种抵挡上帝的行为 那么尤其是意志上对上帝的愤怒 死呢 是逐渐的老朽 最后不动了 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 尚未来到 就是你所说 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 未曾临近之先 当纪念造你的主 传道书的作者就劝我们 在还没有这个日子临到的时候 就纪念造你的主 那这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时候 任何一个时候 都是纪念你主的时候 然后下面他说 不要等到 所以你说 我老了再来信主 老了再来敬畏主 老了再来服侍主 老了你什么都不想做 他说 不要等到日头光明 月亮星宿 变为黑暗 雨后云彩返回 看守房屋的发展 有力的屈身 推磨的稀扫就止息 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 这里都在形容老和死 老化死亡 慢慢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了 那下面你看 这形容也很像 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了 街门关闭 推磨的响声微笑 雀鸟一叫 人就起来 雀鸟一叫 人就起来 睡不着觉了 很累 很困 睡不着 那么 人怕高处 路上有惊慌 乍猛成为重担 我们越来越容易被惊吓 我们越来越不容易平静 我们越来越容易紧张 害怕 人所愿的都废掉 哎呦 营链折断 金冠破裂 瓶子在全旁损坏 水轮在井口破烂 这都指着我们慢慢的衰老 所以死亡在圣经里 在我们经验里面 是一个很积极反抗上帝的生活 也是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 衰退到最衰退 没有意思了 不能行动了 开始腐烂了 那是我们熟悉的 死 老死 连在一起 我们感谢主 在圣经里面 在神的手里 一切的事情 都有正面的意义 包括死亡 我们刚讲了死亡的两个负面的意义 死亡是抵挡上帝 死亡是逐渐的衰老 这是负面的 正面的 死亡在圣经里面 变成我们最喜欢的一个东西 就是睡眠 死亡是睡眠 旧约就这样讲 以赛亚说26章19节 死人要复活 尸首要兴起 睡在尘埃的 要兴起歌唱 因你的甘露 好像菜书上的甘露 地也要交出死人来 死亡是一个睡眠 各位我们不怕睡眠 我们多多益善 能够睡得好 最好 如果有睡 就有醒 那么新约圣经讲得更清楚了 到我们弟兄当过兵的都知道 有起床号 有一天天使会吹起床号 吹那个起床号 吹的时候 那个死人就被吹醒了 就起来了 而这个死人的起来 或者是睡觉人的起来 你睡得越好 起来的精神越好 那死是很彻底的 那睡眠起来的时候 也会很有精神的 这是一个很妙的形容 人的死亡 信徒的死亡 是一个睡眠 不是死了 是睡了 耶稣在马太福音九章二十四节说 这闺女不是死了 是睡了 她会复活 天上荣一家前书四章四节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回来 各位我们是死 不过我们把它想成 我们要好好睡一觉 那么死亡正面的 在圣经里面就是一个睡眠 那么死亡不仅是一个睡眠 死亡也是跟主的联合 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在罗马书六章三节 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 六章四节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将来将来会有完全的复活 现在会有因着信心跟基督相连 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各位我们肉体一定是逐渐逐渐衰老 这没办法改变的 你再圣洁你再属灵的人也是一样 我们老了 行动不可能很敏捷 很轻快 但是我们心中越来越有新生的样式 是新的 是良善的 是美好的 最后在圣经里面 讲到死亡 有一个最妙的讲法 就我们讲死亡是碎 这已经很妙了 死亡还是什么呢 死亡还有一个意义 在圣经里面讲到信徒的死亡 是啥种 那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 不是死了 是长出许多子粒 你要想你自己的死亡也是这样 你的死亡就像一个人种东西一样 以后会长出一棵树 我们是像一粒麦子一样 落在地里死了 那么将来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不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得非常妙 三七节 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 不过是子粒 即如麦子或如别样的骨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所以保罗有几个形容 你现在身体跟将来复活身体 差别是这样 现在的身体就是所种下的 是朽坏的 是朽坏的 你现在的身体跟你将来在天上的 现在的是朽坏的 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所种的是羞辱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 我们人的身体已经很奇妙了 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但是因为有罪恶 这个身体比起将来我们的身体是羞辱的 好 你将来是怎么样 我们实在难以形容 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比现在好得多 将来是像树 现在是像种子 种子跟树大不同 但种子跟树又大同 大不同是指种子跟树长得不一样 大同不是电锅 而是大同是 那个树是什么样 完全决定那个种子是什么样 就是我们总之你将来复活的你 跟现在的你是非常相像的 但是又非常不相像 基督徒因为信靠上帝 因为神的恩典 本来一个很负面的东西 本来一种得罪上帝 抵挡上帝的行为 本来一种逐渐朽坏 腐坏的那个现象 变成了睡觉 变成了撒种 这是我们基督徒看死亡 那么下面什么是善呢 什么是善 哲学上面讨论这问题 讨论的非常的多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 有一个少年官 他跑到耶稣那里 在大庭广众之下 跑到耶稣那里 跪下来说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神学家大概到最后 不能播下一个结论 什么是善 What is good 那个少年官说 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教了他冷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以外 再没有良善的 耶稣这句话的意思 不是别的 耶稣这句话意思就是 我是你的上帝 不是你的老师 我不是来这里 教你们怎么做人做事的 我是来这里救你们的 除了神以外 再没有良善 什么是良善 什么是好 最正确的做法是 主怎么说 我就认为这是好 这是对的 那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很多问题了 各位 把一个没有罪的人 或者没有死罪的人 杀死 这应该不是一件好事 把自己亲爱的儿子杀死 那更不是一件好事 而当亚伯拉罕听到 耶和华跟他说 你把你的儿子 就是你的独生儿子 就是你所爱的以杀 杀了献给我的时候 亚伯拉罕应该有什么反应呢 那么 有些哲学家 神学家讲说 亚伯拉罕的反应应该是 他有没有听到魔鬼的声音 他听到的是魔鬼的声音 他以为是上帝的声音 我觉得 亚伯拉罕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亚伯拉罕有百分之百的确据 他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 他怎么有这个确据 我不晓得 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 都可以有这样的确据 有的时候我们是知道 有的人走火入魔 有时候有的人 是不是真的被鬼附了 他会听到错误的指示 但是 创世纪二十二章 当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亚伯拉罕的问题完全不是 我要先查验 我要先分辨 这个声音是来自神还是魔鬼 没有 他知道这是来自神 那来自神 亚伯拉罕也就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亚伯拉罕要怎么去执行这件事情 这里面有多少的不合情不合理 残忍 亚伯拉罕怎么就肯这样做 如果我们听到这声音 我们大概也不会去问 这是出于魔鬼或上帝的 管你的 我反正就是不会去做这个事 但亚伯拉罕知道这是出于上帝 所以他去做这件事 他就带着以撒 带到那个耶和华的山 在那里要把他献给上帝 圣经上写的是 以撒是背着要烧自己的柴 然后把那个坛 煮好了以后 亚伯拉罕把他捆绑起来 然后就拿刀要杀他 当然这件事情 很多人也会提出来 包括路德会说 哇 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 固然亚伯拉罕是英雄 以撒也是英雄 以撒千古以来 路德说 除了另外一个儿子以外 没有人像 以撒这么顺服 另外一个儿子 当然就是耶稣了 那也很奇怪 神把自己儿子 交在一个悲惨的命运底下 亚伯拉罕也做这个事情 他就要杀他 一般人对这个记载的困惑 或者不满都是道德的 就是很自然嘛 怎么可以杀人呢 怎么可以把人拿来当祭物呢 怎么可以叫父亲杀自己的儿子呢 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 那都是不道德的事 对亚伯拉罕来讲 这不是问题 我敢大胆地说不是问题 他是一个 有信心 愿意顺服的人 各位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 信心之父 对我们华人来讲 他真是可怕的一个代表 亚伯拉罕 先弃父 再杀子 神说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亚伯拉罕就离开了 神说把你的儿子杀了 亚伯拉罕就杀子 各位什么是善 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 对上帝有最大的顺服 因为如果没有上帝 如果我们不顺服他 如果我们自己要来 用我们的理性 来判断这件事对不对的话 我们的判断工具是不对的 人的理性不足做这个判断 但是我们也不是要做蠢人 我们需要想 这神明明规定不可杀人 神明明规定 父母要爱儿女 本来就不可以杀人 何况是对自己的儿女 但现在神给了这个命令 好吧 我就只好做了 就如同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富家 亚伯拉罕只好走了 不是他不孝顺父母 就是有比这个更高的标准 神的旨意 各位亚伯拉罕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亚伯拉罕真正的问题在 神的话好像有矛盾 我说了亚伯拉罕很了不起 他就是顺服上帝的话 但是上帝的话 在创世纪二十一章 也就是这件事之前不久的时候 神清楚地跟亚伯拉罕讲 沙拉的话你都要听 沙拉的话是什么话 就是沙拉自己生了以撒了 生了以撒以后呢 他就把以什玛利要赶走 亚伯拉罕就很烦恼啊 创世纪二十一章 二十二章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二十一章是他失去以什玛利 二十二章是他差一点失去以撒 亚伯拉罕很烦恼 沙拉叫他把以什玛利赶出去 以什玛利妈也要赶出去 耶和华就说 你就照着沙拉的话去做就对了 那么亚伯拉罕就真的就让他们走了 后来神也恩待以什玛利 成为一个大国 神也祝福他了 好这个不是问题 问题是神说 亚伯拉罕你听沙拉的话 凡沙拉对你说你都要听 就把这孩子赶出去吧 因为以撒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 以什玛利不算你的后裔 他我也有祝福给他 不过不在圣约之内 上帝很清楚地讲 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 这是上帝的话 很清楚 然后创世纪二十二章 神说亚伯拉罕把以撒杀掉 把以撒杀掉 各位亚伯拉罕要不要听 我说了 不是因为道德的理由 他不听 因为亚伯拉罕很顺服上帝 你叫他杀 他就杀 你叫他离开父亲 他就离开 你说他笨也好 有信心也好 顺服也好 反正就是神这样称赞他 所以要杀以撒 他就杀 但是有个问题了 如果他把以撒杀了 上帝的话就不能实现了 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 现在我把他杀了 我听神的话把他杀了 神的另外一句话 就不能实现了 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 那怎么办呢 各位我觉得这是亚伯拉罕的困难 顺服上帝的话 对他不是困难 这已经太了不起了 我们办不到 但是但愿有一天我们都办得到 就是我们顺服上帝 即使要杀子 我们也顺服 但是亚伯拉罕有个困难 如果杀了 就违反上帝另外一句话了 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 所以他不能杀 他又不得不杀 因为神这样命令 他又不能杀 因为神的话 是要以撒生子的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各位信心 信靠顺服上帝 并不是做一个傻瓜 信靠顺服上帝 需要有非常强烈的理性 甚至想象力 信神并不是那么被动的 好像就是像一段呆木头一样 不会思想 不会做任何事 哦 就听话 我们是听话 但是我们不是呆木头 亚伯拉罕也不是 亚伯拉罕想啊 想啊 想啊 好杀 为什么可以杀 那以撒生子才成为你的子孙 怎么实现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他以为 神人叫他从死里复活 亚伯拉罕想啊想啊想 哦 好吧 我杀 因为神能叫他复活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想象力 那个时候没有人死人复活这件事 他想怎么样能够完成上帝这个命令 不违反上帝那个命令 好 我杀了他 神能让他复活 亏他想得出来啊 当然神后来没有用这个办法 神没有叫以撒被杀了再复活 但是 亚伯拉罕有信心 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愿意杀 他想神会叫他复活 结果 结果以撒没有死 没有被杀 希伯来书说 就从他身上 就有许多的子孙 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 各位 你应该知道 今天坐在这里每个基督徒 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 神也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成全他的美善 我们求主帮助 我承认是大伦理的问题 但是问题对亚伯拉罕讲 不是伦理 他愿意做的 问题是怎么解决上帝话语矛盾的现象 什么善 什么是恶 我们求主帮助 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神绝对不会做错 神绝对有能力行一切的美善 神也绝对有意愿行一切美善 神既是全能的 神又是全善的 如果神全能不全善 那我们信的是一个可怕的神 不好 这个世界太多的邪恶 所以基督教最困难的地方 不是说不合科学 不合理性 很多时候基督教困难面临的问题 不管对传福音或对教会弟兄姐妹来讲 我们最困难的问题是 神不好 神不善 神对我没有爱 神不公平 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台风地震 瘟疫 战争 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 所以没有神 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我承认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全能又全善的 很多神学家就说 这个世界不公不义 人受苦的时候 神也在受苦 人流泪的时候 神也在流泪 人无可奈何的时候 神也在无可奈何 所以 近代神学家做法就是 让上帝 不是做坏事 让上帝 是 无能做好事 这样呢 这个上帝可爱一点 比一个很 全能 但是很坏的上帝 要好一点 这个世界上有邪恶 是因为 上帝能力不够 不是上帝不善良 也就是他们 削减上帝的能力 维护上帝的善良 弟兄姐妹 这样的上帝 你不要信 神如果不是全能的 不是全善的 我们不信他 我不要信一个上帝 碰到困难 哦 我没办法 我跟你一样 保护以色列的 也不打顿 也不睡觉 那你说 我们怎么知道 神是全善的 我们怎么知道 神是全能的 因为圣经的话 这样讲 哦 你务必要知道 神是全善全能的 你务必知道 上帝是爱 是真实的 神是爱 我知道神是爱 问题是 弟兄姐妹 好花不常开 天无常情 这个世界 太多人生活的不幸福了 你怎么跟非洲的那些 快要饿死的小孩 那全世界很多的难民说 哎呀 上帝爱你啊 我们今天常常说 上帝爱我 哦 因为我家庭幸福 儿女成器 父母健康 哦 神爱我 因为我这些花啊 鸟啊 树啊 幸福啊 可是我们很多人不是这样的生活 他没有什么花鸟 他没有什么幸福的家庭 你怎么跟他讲 神是爱 回到圣经 我们怎么知道 神是爱 我们只能 总是回到这里 为一人死 少有的 为一人死 或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耶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没有别的 各位仰望十字架 仰望耶稣 那里有一切问题的回答 你要是忽略了十字架 去在别的地方找上帝的爱 你找不到的 什么是善 神是善 我们怎么知道 十字架 什么是能力 神是有能力的 我们怎么知道 空坟墓 只有这个 我们祷告 天父 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求主帮助我们 主啊 若你非常慈爱 只是百分之 零点零零一的事情 不慈爱 如果你非常有能力 但是有千万分之 零点零零零一的事 你不能做 你就不是上帝 你是什么都能做 你是每件事都美善的 我们信的神 完美的上帝 慈爱的上帝 公义的上帝 独一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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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